欢迎大家回到98新闻台财经起传 好几分现场我是陈凤馨 每个礼拜三期货与选择权 在我们线上的是期货分析师张林宗 林宗台北股市在过去这一个月 继续的强劲的走势 不但是升破了季线 而且现在看起来稳居在季线之上 当然昨天白天拉回 但夜盘又出现了一个反弹 要如何看现在的期货走势 首先从外资的角度来切入 它的部位还是维持在五万口以上 那还是没有太大幅的看空 那当然昨天的这个K棒呈现一个 好像一黑吃掉两个小时日线的状态 所以感觉多方有下车的味道 那不过其实我们就内容来看 那目前电子比较弱一些 就是这两天电子股出现明显的压回 我们看到像昨天来讲的话 金融期它的上涨大概是将近1% 那电子下跌是将近1% 那来回差跌就是2% 那按照这样过去的惯例 如果格局涨成这样子的话 那电子的全资股表现应该都不好 像台积电 那昨天像一些比较 跌比较多的像郁金光 大力光等等 其实都不好 但昨天其实在盘后台积电发表了 它的这个业绩说明会 那表现其实相当的好 那其实昨天报纸上也有出现一个讯息 就是台湾的这个出口的这个数字 它是创了这个今年来的新高 大概有291年 创例年8月新高 对是最好的8月份 那其实会对今天的台股 应该有一些这个激励的作用 那昨天的这个美股是拉尾盘 那我们可以观察今天的台子期 应该是会开这个小高 但是我觉得 其实这个盘呢 感觉会压在这边做一个整理 为什么 因为中秋节之前 可能会有一个长假的效应 因为明天是礼拜四嘛 礼拜四之后 其实台子期 台股就没有交易 也会放假三天 那过去的惯例 大家会觉得在假日的时候 那包括美中或是川普 可能在推特上会有一些动作 那所以这个部位 可能会先稍微减码一下 所以我觉得今天的 这一两天的行情 应该还是感觉不会太大 那投资人可以观察前 假设你今天要进场的话 你就看前两天的高低点 作为一个区间突破的概念 就是今天是礼拜三 你就往前看礼拜二 跟礼拜一的最高点 那如果有突破的话 你可以采取一个买进的动作 那如果是跌破的话 你就要保守以对 偏向空方来做操作 我们再把这个数字 跟大家讲清楚说 如果突破就可以继续做多 跌破 那这个点数是在 我们看昨天跟 昨天是礼拜二 那前天是礼拜一 对不对 我们把两天当作是一根大K棒 所以这两天的高点 应该是在礼拜一的最高价 它是在10827 那第一点呢 是在昨天的最低是10731 所以就是827到731之间 你就当作今天呢 你的突破或是跌破的关键的数字 你要往哪一边去做的话 你就可以偏向那一方去做操作 这个呢 上下差距呢 有差不多90点 所以如果我突破 要等到突破10827的时候 我才能翻多 对 我要一旦跌破了10731的时候 我就必须立刻转空 那这中间如果我在10731到10827之间的话 那我该怎么办呢 我觉得是空手观望比较好 因为最近的盘大概就是这样 那如果都没办法突破这两个区间的话 那可能就是来回扫荡的这个震荡盘 那你就在下去 但是没有破的时候 你就可能再看更短分钟 例如说一分钟有看到红棒的时候 可能可以逢低成这些多难 所以这个现在变成一个很重要关键期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到的 就是刚刚有特别提到的 电子期跟金融期的部分 因为之前林总理就跟大家说过 如果电子强金融弱的话呢 其实这个走势可以走很久 对不对 那如果说是电子弱但是金融强 就算你看到那个指数在上涨 它都很虚 这两天其实电子产业 他们公布的都是好消息 大家都预期得到台积电会有这么好的消息 大力光 它的八月营收这么的好 而且九月会跟八月一样的亮丽 但问题是 然后苹果今天凌晨又发表新机 可是这个时候电子却在这两天转弱 要怎么观察 其实你看电子期大概已经涨了好大一段 从最低点看起来是在大概八月二十六号那个时候 那当时的价格可能是在四二五那个附近 那现在看起来价格来到四四八 多了二十大点以上 那一大点就是四千块 所以如果你当时承接的 大概获利会到四万块 那代表这股市都是有人先知道 就是好消息他可能都知道了 包括台积电的好消息 或是这个出口电子领主件的这个创新高 其实他们都已经进场布局 那消息电报当我们听众朋友或是投资朋友知道的时候 那大概就是行李卖出的时候 所以你看到最近的震荡会稍微大一些 这个要特别留意 当然八月份跟主要贸易战九月一号开始 可能会提前拉货 进行大量的采购有关系 所以在九月份十月份的时候 因为去年的基期也很高 2018年的时候 那我自己的出口要到296亿美元才会成长 对 所以就不太容易了 所以目前感觉就是稍微在这边震荡整理一下 所以他现在在反映的是 会不会有人已经知道说 八月份有极单的拉货效应 因为就赶在九月一号之前 我赶快出货嘛 那我等到九月一号我再出货的话 我就要加征关税了 所以九月之后还能不能有这一些大单进入 就是一个问号了是不是 对没有错 可是当然这个我们现在还不敢讲 只是盘面上可能有一些先知道的人 他们有些动作 也许会影响到盘面走势 这个我们可以再观察 所以电子期能不能持续强 然后强于金融期是一个观察指标 那另外在这个区间范围之内 选择权能够看得出来一个趋势吗 选择权在九月份契约 买权最大的序列是在10800点 目前大概有27800口 那10800其实跟这个前波的高点 其实相当的近 那代表这个这波指数冲上去的时候 其实Zaycode的卖方大户 他其实是闻风不动 他就是完全也不管你会冲上来 被捣装 他都没有动 那代表这个盘有一点比较虚弱一些 就是他们真的相信10800点破不了 他觉得突破不了 对那下档还很远 目前是在1万点有27000口 所以暂时就是说这两800点之间的区间做震荡 不过这样好像讲好像是废话 因为这区间太大 因为800点很大 很大 对这样讲好像是废话 所以还是要看一下 就如果再回到这两个区间的中间的时候 我觉得如果再跌了 可能多方有机会可以承接了 所谓的这个如果再跌 就是如果跌到10400点 不用等到1万点 如果跌到10400点 其实就差不多了吗 对就差不多 因为日KD会被可能会压下来 靠近50 那当然是比较好的成绩 因为现在太高了 大概在890以上 所以修正一下 其实也并不是一个坏事 对没有 虽然到了1万 如果跌破了1万0600多点的话 其实就跌破季限了 跌破季限 但之前几次 有时候跌破 它其实会上来的 只要不要跌太久 例如说时间以内站回来 那我觉得对多方 都不是一个太大的伤害 好 那么另外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外资动态 它的这一个外资上面的 站在多方 它是没有改变吧 它是没有改变 不过听众朋友要注意一下 它在00632R 就是反向的那个 反向的这个 就跟台湾50相反 那个部位 EDF对 EDF 它现在的部位已经很多了 来到60几万张 对 那在前低的时候 大概8月5号6号的时候 当时是80万张 所以已经有点接近了 那这部分如果太高 代表它其实也有点 防患未然的这个 所以它如果有做在低档的 所以它如果有做在低档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